各位好 我是均配光店的附正吉 今天跟各位 講解一下植物種植箱的 光源 光源的使用 優缺 我們現在在用的LED光源其實蠻多種的 這次的分析我用我自己比較常使用的 3528的貼片珍珠來做這次的分析 當然不一樣的光源會有不一樣的解析結果 包括光效 然後價格 或是珍珠壽命 這些都會有不一樣的分析結果 那我們這次就是以3528來做這次的分析 植物種植箱它使用的是人工光源 那人工光源一定會有燈具 那燈具在這部分上面來講 一般使用的是燈管和燈板 這其中我覺得應該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植物種植箱裡面最主要的人工光源 就是所謂的LED燈具 那LED燈具有這麼多種 什麼才能夠稱作合格的植物生長燈的廠家 我認為啦 食物燈的生產廠商 它一定要提供這個所謂的測爆 這些測爆如果沒有辦法提供的話 對 食物生長燈的採購 實在是沒有採購依據的 以植物生長燈來講 它和生物超明燈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沒有辦法像去買燈的時候 用自己的感受來當做採購的依據 畢竟使用在植物生長的功用上面 和我們生物對光學來講是兩種 植物種植箱一般會用到的其實是燈管 燈管是現在植物生長燈具裡面 大概應用最多的 其實它是因為它沿用了生物照明燈的燈具 所以它的很多的開發費用幾乎都可以不用做計算 如果以現在的正規的植物生長燈廠商的報價來說 四尺的燈管大概是在450塊台幣 這中間會區分了光譜的不同 但是價格大概都是在450 兩尺的大概是在380 其實很多人都會認為說兩尺的價格和四尺的價格 為什麼沒有差到一半 其實我們自己在採買的時候就真的差沒多少錢 燈管的價格 以四尺的燈管大概50塊的話 兩尺的價格大概要43、45 它差就差在中間那個鋁管的長短 那個價格差很少很少 所以以四尺的燈具和兩尺的燈具上面來講 它差距很少 就差在燈珠跟鋁機板的那個費用而已 其他 驅動跟燈具的費用上面幾乎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分體式燈管和一體式燈管 傳統有兩根針的這種燈管 就是我們稱作分體式燈管 它利用這兩根針來做輸入端的端點 它在使用的時候需要用專用的支架來當它的固定座 另外這種稱作一體式的燈管 它就是將燈管和支架結合成一體的燈具造型 不用像傳統燈管需要支架才可以使用的限制 它有它們自己專用的電源線來做併入兩端的供電 可以同時供電也可以當串結的插頭 這種插頭現在都已經很方便購買了 只是一般會分作有兩頭跟三頭的 一般 剛才就講到所謂的燈板 燈板一般都是客製性 客製化的產品 主要以LED光源模組這種直下式照明的特性 是最亮的 所以所延伸出來這種植物生長燈的產品 之前在那種平板燈 隔大燈那種上面也會用到直下式的 其他的就大概只有像 像螢幕 螢幕也會用到 其他的很少用到直下的 因為直下的相對會比較貴 所以一般用側光在搭比較多 那這個的價格沒有一定的範圍的定價 因為會關乎到鋁合金 那個鋁板的材質 厚度 跟它加工製程的一些報價 這邊我們用 比較一般在用1.5厘米厚度的鋁板 然後做陽極處理的 主動式散熱燈板來做比較的基礎 這就是一般我們所做的所謂的燈板 你說穿的它就是一塊板子而已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構造 但是它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一般要先畫Layout圖 然後畫好圖以後再送去加工廠 那加工廠它要先把鋁板的尺寸材質出來以後 再用絕緣7把 然後再噴那個電路銅板線路圖 然後再做絕緣 至少要做過三層以後 然後才能來貼我們的LED彈珠 所以它的價格會比較 它其實不是這樣貴 只是說它在做的時候會需要一定的產量 一平方米大概在3700塊 3500到4000塊台幣左右吧 看厚度跟廠家 散熱器的構造上面來講 一般還是以鋁合金為主 那我們這邊 以燈管來講的話 最好的還是使用鋁合金的 不過現在的 大眾消費的燈管 還是以玻璃燈管為主 大眾消費的商品還是以玻璃燈管為主 現在玻璃燈管 應該四尺的燈管應該在80塊左右就可以買得到了 應該是在18瓦左右 這個我沒有那麼常銷售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它的價格 大概是在80塊 量大的話應該60塊 以500支起票的話 60塊應該就買得到了 然後第二種是塑膠燈管 塑膠燈管它的 使用和玻璃燈管比較上面來講 它沒有像玻璃燈管那麼難運送 它的損壞率也比較沒那麼高 但是它使用久了以後它會有變形的問題 畢竟LED的光源模組它一直在發熱 那塑膠的東西 它經過了長時間的加熱 是會有變形的問題 這個 材質特性這個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 塑膠燈管 其實我這一兩年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在用 大部分還是用玻璃燈管 然後第二是用鋁合金的 鋁合金的它現在是售價最貴的 一根保護兩年的燈管 估計要在150左右了吧 它的優點是它的導熱係數是三種燈管裡面最好的 那壽命當然就會跟著比較高 那它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有維修 它不像玻璃燈管跟塑膠燈管是不能做維修的 缺點就是貴 大概是玻璃燈管的一倍價格 我們再來講鋁合金燈板散熱器 這個就沒有什麼特別好講的 它就是一個客製化的商品 它可以貼近你種植箱的尺寸 然後 會有比較輕薄的空間 它一般大概只要留0.5公分 就可以去做安裝的空間了 以我們現在在用的話 鋁合金燈具散熱器這個就 講過了 我們剛剛講的 這邊我們不要去做什麼剪接 你們如果有需要的話 在這邊自己再看一下 這個是燈管的 外觀 這個大概看一下吧 這邊我們來講一下是電源驅動 燈管它為了要讓使用者方便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採用內置電源的設計 就是將一般的交流電 通過電源供應器 轉換成匹配的直流電壓 跟直流電流 直流電跟電流 給LED光源使用 而所謂的內置電源設計 就是將這個Adapter 這個電源供應器放到燈具裡面 它沒有放在外面 那燈板模組它就會 將電源供應器放在外面 當然也有那種比較低端的 它是直接打在鋁板上面 但這個 它對於 那個突電波 突波電壓的時候 它穩定度會比較不好 這個 至少它現在沒辦法做到全電壓的 做到 它用IC設計的方式去做的 這個 我自己用的不多 這個我就沒那麼了解 所以我就去講 那目前 我自己比較笨的腦袋是在想 人家 做電源供應器的也不是笨蛋 它幹嘛做那麼大一顆 那你用那麼小的空間 就可以做到跟人家一樣 是認為不可能的 那電板 電路板它 的設計上面 可以因為電源供應器的改變 而去做人家很多功能 譬如說調光啊 或是 過溫保護啊 這些都可以由燈板上面去做 升級的設計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齁 我只是把它再 切個細一點 讓你們可以大概再看一遍 我口頭訴說的可能跟這個文字寫的 雖然說這文字也是我寫的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再照著練 好像也沒有必要我再講一遍 那你們自己大概看一下 有什麼 我講的不對的 或是大家互相需要再討論的 就是在留言給我 那我一定用我知道的概念 我個人的方向 跟我做了這幾年 下來的經驗跟各位分享 這個是我們看到一般的 燈管裡面的內置電源 其實 哈拉不拉當的也要有幾十個 的電子零件吧 電阻啦 電龍啦 這些 IC啦 這些東西 那右邊這個就只是 一般他們在做 叫什麼的 我忘了 反正就是我剛剛上面講的那個 將它的電子零件直接打在鋁板上面 所以它的供電部分就可以直接供進來 以前我們最簡單使用的時候 像右邊這種做法就是 利用一個橋式整流器 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 然後再透過電阻 去局限出它進來的電壓電流 然後再轉給LED燈珠使用 這是早期做的最簡單的方式 那現在經過了IC的 控制 是有比以前穩定的 但是 就現在LED市場上面來講 高端的東西還是比較沒有這樣用 燈板這個也是我剛剛講過的 那你們各位看一下 這大概是我手寫的一部分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這兩個電源供應器看起來整個質感就不一樣了 我挑明尾出來用是 我自己就是用明尾的 所以我就對它比較有信任感 我自己用HLG 大概一年用個一兩千顆有吧 所以平均下來三年 應該故障不到十顆啦 所以他們在講的千分之三的這種 瑕疵率我是覺得還蠻 蠻有那個穩定度的 估計一年是真的壞不到三顆啦 這是我們做的價格比較表 這個價格比較表 各位就 看看就好了啦 這個 因為 每一家每一家的售價不一樣 然後 我就用我們自己在賣的價格 或是說我自己推估出來的價格 那各位大家比較一下看一下就好 這兩種商品的優缺點上面來講 我自己是比較推崇使用燈板 不只是因為它的電源供應器的壽命比較穩定 光源也因為散熱面積比較大 所以它壽命跟穩定度也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看到的植物種植箱的光源 幾乎都是用LED燈管 原因是 開發燈管的費用比較便宜 那選定光了好 選定好它的光譜的配比以後 幾乎就沒有再怎麼開發費用了 我們現在去貼片的話 像這種混光的LED光源燈珠 大概0.5瓦的應該在五毛錢 五角台幣大概就都可以買到了 那燈板的開發就複雜很多了 它可能要先畫內奧圖 然後再自己去做鋁器板的加工 然後貼片的鋼板 像湯不浪當畫下來 至少要花個五萬塊吧 而且它生產的那個量不是幾十片就可以做 通常都要有 都要至少要一平方米的尺寸 它才有辦法做 兩者使用上的差別 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會認為說 燈管它比較容易更換 因此會認為說 配置燈管的重置箱其實比較好 但是 燈管的散熱跟驅動 它都被包覆起來了 它費熱的傳導 絕對不會比燈板好 所以它的壽命一定也沒有燈板好 這就是大部分燈管壽命會做一年保護的原因 燈板看起來換裝比較不容易 實際上也就是五顆螺絲四顆螺絲的事情 真的沒有很麻煩 但是燈板採用一體化的設計 消費者在使用上 通常只要用 我們都會用那個防水的那種 快速插拔的那種端子來使用 然後再用個螺絲起子就可以換燈板了 一般 我們在做燈板 我至少都可以做到三年保護了 因為 驅動比較不穩定的 它都可以做到七年五年保護 所以我整體做三年保護 其實是還蠻 蠻Safe的 一般在保護期內 維修的機率都不高 初期不論燈具真正的壽命 單就廠家的保護來講 實在是用一體式的燈板是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現在種子箱的產量實在是不夠大 所以廠家大部分都會將燈管列為第一個考量 因為 畢竟開發燈板的費用實在是比較大 兩箱比較起來 如果我是種植箱的廠家的話 我應該也是會用燈管 但是我自己的這種熟識度來講 我還是比較推薦用燈板 所以我才會在這個時間內去開發出這個燈板 那很多做居家層架種植的使用者 你也可以很輕鬆的就使用到燈板 但這個價格還是真的比燈管貴啦 那如果說你是 每個比較長細算的話 我是認為用燈板子就好了啦